那时耶稣和门徒在加利纳亚会合 他对门徒说 人子将被交在人的手里 他们要杀死他 但在第三天他要復活 他们听了就非常忧伤 他们回到各法庸 受圣殿税的人来问百多六说 你们的老师不负圣殿税吗 他答说 当然负 当他回到家里 耶稣不等他说话便先问 西门 你认为怎样 世上的君王要谁交税呢 自己的乙子们还是爱人 他回答说 爱人 耶稣对他说 所以 儿子们就不用交税了 但是 也不必得罪他没 你去海边钓鱼 那钓上来的第一条鱼 开了鱼的口 便会找到一个银币 那去交给他没 当作你和我的电随 请不吝点赞 thos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